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第2735号决议时 一再声称以色列已接受停火协议 但一个多月已经过去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在扩大 近日对马瓦西、努塞赖特等多处难民营的袭击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们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要切实做出真诚负责任的努力 推动当时方拿出政治意愿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 落实两国方案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 几十年来,巴以局势屡线动荡 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落实 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加沙是巴勒斯坦的加沙 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加沙 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和巴人制巴 倡议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平会议 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西哥 中方的冬兵 解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